牦牛主要产于青藏高原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区 作为拉萨唯一的纯牧业县 当雄县平均海拔在4200米 当地群众世代以放牧为生 而牦牛产业是当雄扶贫汇农的重要产业之一 今天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拉萨当雄县 看看牦牛产业发展的新情况 当雄在藏语中的意思是挑选出来的牧场 这里草原辽阔随处可见成群的牦牛 但曾经粗放了养殖模式和产业链发展之后 却阻碍了当地牧民支付的脚步 之前自己在家养牦牛的时候舍不得卖 家里还有两个小孩没有什么经济收入 2015年当雄倡导实现牦牛的科学化养殖 在龙仁乡郭庆村的净土牧场 这里的牦牛都带上芯片耳标 牦牛生长的每一个环节都能被追溯 被称为牦牛的身份证 牧场吸引周边牧民通过牦牛入股 草场流转牧民入园的方式就近就业 稳定了牦牛来源 还使牧民获得了稳定的收入 自然桑珠告诉我们 除了底薪 养殖的牦牛超过500斤 还有额外奖励 原来自己养牦牛一年只有1万多元的收入 现在每年的收入有将近7万元 牧场中建成的智能化牧草工厂采用生物营养液 无土栽培不受天气和季节影响 使牦牛在冬天也能吃到新鲜的牧草 有效解决了冬季牧区飼料短缺问题 并补充牦牛的营养需求 周厂量是达到7到8吨 这个仙草的话 它那个粗纤维都能达到25% 肉质 牦牛的肉质也好 湿口性也好 在育肥的过程中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在牦牛出篮后 由当地的牛肉加工企业直接进行收购 并制作加工程 牦牛牛排等产品 通过电商方式销往全国各地 每季达到200头的出篮量 那么我们会有5万元左右的奖励 在线上咱们一般是卖到了 全国国内大约600多个城市 当熊牦牛成功申报为 中国地理标志商标产品 成为拉萨的优势产业 牦牛价格增长了50% 产值也增长了两倍以上 我们在采访中也了解到 2019年拉萨全市的农林牧鱼业总产值 达到了37.09亿元 增长了13% 正是由于因地质疑 发展壮大当地特色优势产业 为这里的居民带来了一条 致富新路径 总团央视记者 西藏拉萨报道 西藏拉萨报道